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清暴朗在奥运乒乓男单32强赛出局 樊振东一下子成为中国争冠的唯一希望 之后他在单打比赛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奋勇拼搏的精神 一路过关斩架 完成了将这枚男单金牌留在中国的使命 樊振东的这一奥运男单金牌 让他使下了个人大满贯伟业 也助他到达职业巅峰 他在奥运赛场的表现也被外国媒体惊呼为中国之弊 赛后夺得男单金牌的樊振东发了一条社交动态 国语女神贾一凡第一时间送上了五个大大的恭喜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鼓励 但樊振东之后回复巴黎圆满后要跟樊振一起期待新生活了引发了轰动 大家纷纷猜测 樊振东这是官宣了自己的恋情 贾一凡的在羽毛球上的成就 一点不输乒乓乓巨星樊振东 作为国语女双名将 在本届奥运夺得女双金牌 曾数次登顶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他们俩在一起简直是天造地设 粉丝们也找出他们以前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频繁地像热恋中的情侣 还扒出贾一凡字拍照中一丝出现了樊振东的手 贾一凡字拍照的手和樊振东的手 虽然没有两人的亲口承认 但种种迹象让大家猜测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纷纷提前送来祝福 我们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祝愿他们能在各自的赛场上继续创造辉煌 同时在生活中收获更多的喜悦与幸福 一场直播到底能有多大能耐 竟然闹得萧直倒把孙颖莎和王楚清的关系抖了个底朝天 这位老父亲及人物是真不懂什么叫避嫌 一张嘴就把俩人平时那点猫腻全抖露出来了 太逗了 这一家子凑在一块儿那叫一个热闹 媳妇儿孙尹莎 女婿王楚清 丈人萧直倒 那画面真是笑得我多耳透 这要是再来个萧直倒老伴 那这一家子可就整整齐齐登场了 茶呢 萧直倒一拍脑门 可不得赶紧去泡茶去嘛 这大头啊 看着桀骜不羁的 没想到竟是个妥妥的暖男本男 莎莎的一点小小的喜好都惦记得清清楚楚的 这要不是上心 那啥才叫上心哟 作为王楚清和孙颖莎的教练 最了解他俩的人非萧直倒莫属 于是胡啊 就开始抖落起了大头和莎莎平时训练时的点点滴滴 这不 萧直倒就说起了绿茶事件 原来 萧莎特别爱喝绿茶 可自己又懒得跑 就总指望萧直倒给她跑 天萧直倒还是个糊涂蛋 没少忘了这茶 你别说 王楚清这小子可上心了 一看见萧直倒两手空空 准备好事儿 赶紧开嗓 莎莎的绿 这萧直倒 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本事也是一绝 瞧这补 又开始指着自己身上那件衣服 说是专门搭配的 有寓意 紧接着手一指大头和莎莎 脱口而出 看这儿 龙凤吉祥 预祝他俩 我的妈呀 笑指导这是要给王楚清和莎莎 正婚的节奏啊 旁边的刘诗文和邱仪可都笑得前仰后合了 这老父亲是真逗 亏得大头反应快 立马纠正说是龙凤成祥 不过这一闹 龙凤的寓意可就引人瞎想了 说起王楚清 那是出了名的喜欢逗莎莎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他对莎莎那张肉嘟嘟的小脸单情有独钟 不是偷偷捏一把 就是光明正大的掐一下 爱不是手的样子 这回直播 莎莎又开始翻旧账了 说什么上回押运会 大头就捏他脸来着 大头赶紧狡辩 甩锅离指导 莎莎几眼了 说你少来 明明就是你捏的 顺带白了王楚清一眼 大头也不恼 嘴里刻着瓜子 眼睛盯着莎莎 一本正经的说 可爱 挺肉的 说完 还不忘调侃侃一句 你可别指望五年后还这样 童言啊 旁边众人全乐了 对这俩活宝也是宠得不行 平心而乱 王楚清可不光是个逗笔 说起莎莎来 他那是真上心 莎莎一点绿茶小癖好都惦记得清清楚楚的 生怕忘了字后 这大头啊 看着不着掉 骨子里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暖男 莎莎这运气 简直饱了 最后问 王楚清与孙颖莎的关系 真的只不于智友和最佳搭档马 这一家人般的互动 是不是还埋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金牌 掌声 欢呼 聚光灯下是他们灿烂的笑容 当汗水浸透衣衫 当拼搏的身影定格在领奖台上 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荣誉的加冕 更是青春的燃烧 有意的赞歌 这届奥运会 中国乒乓球队再次梳洗了辉煌 而年轻一代的崛起更是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孙颖莎 这个被球迷亲戚地称为小魔王的女孩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王者风范 而王楚清 这位阳光帅气的少年 也用一次次精彩的扣纱 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赛场上 他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用默契地配合和精湛的球技 为国争光 赛场下 他们是互相扶持的朋友 一起训练 一起欢笑 共同经历着成长的酸甜苦辣 他们的故事 不仅仅是关于胜利 更是关于青春 友谊和梦想 杀头组合 轻杀CP 网友们乐此不疲地给他们起着各种昵称 而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也成为了赛场内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们是彼此的幸运服 因为每次并肩作战 都能取得好成绩 他们是彼此的最佳搭档 因为他们之间的默契 是长时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积累起来的 从轻松懵懂的少年时代 到如今占上世界之巅 他们一路走来 相互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蜕变 他们之间的友谊 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友情 更像是一种亲情 一种占友情 在一次采访中 孙颖莎被问到和王楚清的关系时 她笑着说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默契的搭档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包含了太多情感 而王楚清也曾说过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训练 一起比赛 这种感情 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网友们纷纷表示 神仙友谊目了 希望他们一直好下去 在竞争激烈的体坛 能够拥有一份纯粹真挚的友谊 实属难得 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也成为了彼此前进路上的动力 在东京奥运会的混双决赛上 孙颖莎和王楚清顶着巨大的压力 最终逆转对手 夺得了这美宝贵的金牌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当国歌奏响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那一刻 所有的汗水和泪水都化为了喜悦 太不容易了 他们真的太棒了 为中国队骄傲 为杀头组合骄傲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着自己的激动之情 这场胜利 不仅是他们实力的体现 更是他们有益的见证 在比赛中 他们相互鼓励 相互信任 共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赛后 孙颖莎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 我要感谢我的搭档王楚清 没有他 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而王楚清则表示 这枚金牌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要感谢孙颖莎 他一直是我的榜样 他们的故事 感动了无数人 也让人们看到了 中国乒乓球的未来和希望 经济体育的道路上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随后的拟担比赛中 孙颖莎遗憾地输给了队友陈梦 无缘金牌 比赛结束后 孙颖莎强忍着泪水 向对手和观众致敬 那一刻 她的坚强和勇敢 感动了所有人 沙沙不哭 你已经很棒了 输赢乃兵家常事 下次再来 网友们纷纷留言安慰孙颖莎 为她加油鼓劲 在逆境中 王楚清也一直陪伴在孙颖莎身边 鼓励她 安慰她 帮助她重新振作起来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的 王楚清的话语 给了孙颖莎莫大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孙颖莎重拾信心 最终获得了女团金牌 站在领奖台上 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一刻 她战胜了自我 也收获了成长 莎莎终于笑了 真好 恭喜中国队 你们是最棒的 网友们再次送上了祝福 奥运会结束了 但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们将继续并肩作战 为梦想而努力 为国争光 他们的故事 告诉我们 友谊和梦想 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 但只要心中有爱 有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他们之间的友谊 是这个时代最美好的助角 他们的故事 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 勇敢追梦 不复青春 我们期待着 在未来的赛场上 看到他们更加精彩的表现 也希望 他们的友谊 能够地久天长 孙颖杀这丫头 平时在乒乓球台上一言不发 没想到在社交媒体上这么唬 奥运会议结束 他就发了片感恩帖 看似平平无奇 石子暗藏玄机 这一手诚而不清的操作 直接把杀头CP的粉丝们整不会了 有人欢喜有人愁 这起码可比电视剧还精彩 巴历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刚一结束 咱们的沙沙孙颖沙 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片感恩帖 乍一看 这不就是运动员常规操作吗 感谢教练 队友 后勤人员 晒晒合影 再说点儿暖心话 多正常啊 可仔细一琢磨 这里头的门道可不少 孙颖沙特意提到了 和王楚清从清凹会就是搭档和挚友 这不就是在公开成清费文吗 更觉得是 他晒得和英里有教练 有女团搭档 就是没有王楚清 这操作可真是让人直呼高明啊 这事一出 网上可就炸锅了 有人说早有预料 有人说难以接受 还有人提出了茉莉芳高和结巴妈的疑问 这戏码可比电视剧还精彩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到底在哪 咱们先来聊聊这个最让人纠结的问题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到底在哪 孙颖沙和王楚清这事 可真是把这个问题给摆到台面上了 孙颖沙是乒乓球运动员 不是娱乐圈明星 可是呢 她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贤威镜下审视 吃个茉莉芳高都能被联想到王楚清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运动员已是人啊 也有自己的私生活 咱们喜欢她支持她 但是不等于就有权利去窥探她的私生活 这不是把人往墙角里逼吗 你看这次孙颖沙的澄清 多高明啊 既没有直接否认 也没有过分解释 就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 这种处理方式 既维护了自己的隐私 又给了粉丝一个交代 这手腕可真是绝老 咱们得反思一下 是不是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太过分了 人家在赛场上拼搏 为国争光 咱们就应该关注在这上面 而不是整天盯着人家的私生活 这样对运动员 对咱们自己都不太好 粉丝文化到底是福还是货 说完了隐私权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粉丝文化 这次孙颖沙的事儿 可真是把粉丝们给整分裂了 有人欢喜有人愁 这场面 嘖嘖嘖 简直比看公斗剧还带劲儿 你看那些杀头CP的粉丝 这下可是彻底懵了 人家孙颖沙都说了是知友了 他们还在纳尔斯康 说什么茉莉芳高结巴妈的 这不是典型的我不听我不听嘛 那些励志粉早就看出苗头了 这次孙颖沙一澄清 他们就跟吃了定心丸似的 一个个都说早就知道了 这两种粉丝的反应 真是把粉丝文化的利弊 都给体现出来了 一方面 粉丝的热情可以给运动员 带来动力和支持 另一方面 过度的关注和幻想又会给运动员 带来压力和困扰 咱们当粉丝也得有个度 喜欢归喜欢 支持归支持 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到偶像身上 人家孙颖沙和王楚清到底是啥关系 还不是人家自己说了算 咱们在外面瞎猜 有啥用啊 社交媒体时代 运动员该如何自处 你看孙颖沙这次的操作 可真是把社交媒体玩明白了 以前啊 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比赛 平时也不怎么露面 现在不一样了 社交媒体这么发达 运动员也得学会经营自己的公众形象 孙颖沙这次的感恩帖 看似是在感谢队友和教练 实则是在巧妙地处理绯闻 这种方式 既不显得刻意 又达到了澄清的目的 这手段 可真是高 社交媒体也是把双刃剑 一不小心说错话 发错图 那可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 你看那些被杀头ZP粉丝们反复提及的 茉莉芳高和结巴吗 就是把自己的认知强加在他们关注的人身上 假如处理不当 非常容易产生没必要的麻烦 哎呀 说到巴黎奥运会上的乒乓球比赛 得好好说说咱们的孙颖沙 那小姑娘打球 简直是让人眼前一亮 速度和力量都杠杠的 就跟看了速度与激情里的飙车场面似的 让人心跳加速 热血沸腾 真的是忍不住想给她点赞 竖个大大的拇指 比赛结束了 孙颖沙发了篇小感言 本来只是想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结果呢 一不留神 就给卷进了一场小风波里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说到王楚清 他那花儿暖心极了 大头啊 咱俩这混霜 从清澳会的小嫩牙 长成了巴黎的参天大树 两人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 这金牌就是我们友情和汗水的最好证明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搭档和挚友 这直白的表达 听着就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谈到比赛 莎莎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提了那场你登决赛 他说输赢乃兵家常事 别太往心里去 这话听着就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感觉他真是各懂事儿的孩子 他还不忘给陈梦杰送去祝福 说要向他学习 争取下次更好 这份豁达和金曲心 真是让人佩服得无体头的 他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和教练 队友的合影 漏呵呵的 一看就知道他们关系铁 可偏偏就没和王楚清的合照 这下可好 那些爱八卦的人就开始脑补剧情了 有的说这是给王楚清留面子 有的猜这猜那 比看侦探剧还来劲 说实话 我觉得咱们这些粉丝 是不是有时候管得太宽了 人家在赛场上拼命 为国家争光 场下也想有点自己的小日子 不被咱们这些看热闹的打扰 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关心 关心人家的比赛成绩 少操心人家的私生活 小编决的孙颖莎那小姑娘 在赛场上那股子拼截耳 真是让人佩服 她那汗水一滴滴往下躺 每次咬紧牙关坚持的样子 不就是为了能拿个好成绩 给咱们国家争光吗 这才是咱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不是吗 孙颖莎能有今天的成绩 那可是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努力啊 咱们不能因为一些没影的事 就给她添乱 就算人家真有点傻感情上的事 那也是人家自己的事 咱们只要支持她打球 盼着她越来越好 不就行了吗 别整天东猜西猜的 搞得人心惶惶 无缘瘴气的 孙颖莎这姑娘真是个不错的运动员 咱们得好好爱护她 让她能心无旁骛地打球 给咱们国家多拿些荣誉回来 作为她的铁粉 得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支持她 理解她 让她在赛场上继续发光发热 为国争光 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绯闻 搅得她心神不宁 影响状态 二十三岁的莎莎感谢了国拼所有人 同样也用高情商的回复 回答了粉丝的问题 莎莎表明 和大头是永远的搭档和朋友 可能两人之间是完全不可能了 不得不说莎莎情商真的很好 而且性格也十分优秀 行为也是坦荡磊落 落落大方 好像有莎莎在就永远不会冷场 当教练在选手比赛紧张时 经常忘记给莎莎准备立场 而大头知道后说 不行 必须要准备的 不得不说大头太宠莎莎了 真的好磕 虽然两个多半组不了CP 但做朋友岂不是更好呢 也可以像凤凰传奇一样做一对兄妹类似 感情一样可以长长久久 喜欢并不要在一起 相互陪伴是最好的 网友评论 不得不说两人关系实在太好了 希望两个关系可以长长久久 肖教练回去不会被拉去谈话吧 他们都是祖国的骄傲 希望他们在以后的比赛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也希望他们的友谊可以长长久久